来看看新闻网 体力耗尽 接着的比赛 当然不会再折磨高龄的花样团队了 节目组这次派出亲一色的娘子军 欲语爷爷们比比运气 一头剪刀不 什么 可以 可以 这样的表 完了完了 被爷爷们工人为运气最好的刘烨打头阵 挑副压力不小啊 一 二 三 刘烨用一吐乱舞来庆祝自己的旗开得胜 后援团也是跟着士气大掌 一 二 三 一个打五个 一个打五个显然是爷爷们最美好的愿望 没过一会儿 遇上第三位黑衣妹妹的刘烨就挑战失败 大哥增将接棒迎战 二 哦 八七大哥果然没让大伙失望 玩到兴起 还和第四位黑衣妹妹耍起了小花样 我先看一看 这要看的 你猜我出什么 哇 行了 来 这种小把戏在曾爷爷眼里简直是小菜一碟 势头一挥 轻松 每开二度 哦 厉害 最后呢 还没有啊 最精彩的比赛当然是压轴登场 在连续三把打拼之后 曾爷爷爷遗憾败下阵来 三号选手牛奔 背着手上台 看来已是功后多时的哟 三 三 三 王爷亮 两百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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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赛结束 野野曼挑战成功 这二百四十欧元也总算是赚到手了 点击足 对 女的行为力 赚钱的男人真辛苦啊 编辑吧 她们玩的游戏已经越来越居家了 你越来越不觉得是刻意的安排什么 就是她们闲着没事的时候会玩的 这是她们用自己的运气赢来的这个钱 而且看完刚刚那个片段 我也觉得我应该回去跟我爷爷玩这个游戏 可以逗她一乐 对 无论是远在尼斯还是就在你家里 你都可以随时随处 只要有心就可以和爷爷玩猜拳 对 很好玩的游戏